政府法案 首頓 2021年現時選舉制度合收定 中央是真心誠意 希望特區能夠透過今次完善選舉制度 既確保一國兩制、平穩致遠 亦確保符合國家和香港的整體利益和安全考慮 根據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的具體產生辦法 包括有關界別分組或者功能界別的合資格團體選民的界定 地方選區的劃分、提名辦法和投票辦法等事宜 由特區以選舉法規定 根據決定第七條 特區政府應當依照決定和修改後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修改本地有關法律 依法組織、規管相關的選舉活動 因此 特區有憲制責任通過本地立法的方式 落實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選舉制度 修例的工作十分緊迫 政府會全力以赴配合立法會的審議工作 我們亦十分感謝再次感謝立法會的全力配合和議員們的辛勞付出 我們希望條例草案能夠在五月底之前順利完成審議 三讀通過 以開展接下來大量的選舉籌備工作 主席我僅置陳詞 希望議員能夠支持條例草案 多謝 現在的代議題是 上述條例草案予以異讀 按照議事規則 異讀辯論終止代族 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我現在宣佈休會 本會在2021年4月21日 星期三上十一時續會 請在下面多多留言呀